说一个小笑话 有一个男导演 晚上和老婆睡觉的时候 竟然说起了梦话 梦话中他说道 啊亲爱的 我太爱你了 我会尽快地跟我老婆离婚 这时候 男导演讲完这句话 突然地醒了 往边上一看 发现他老婆 正恶狠狠地盯着他 男导演马上意识到 哎哟坏事 重新闭上眼睛 假装继续睡觉 男导演翻了一个身 继续假装说梦话 好 好 你就用这样的语气 啊 再说一遍 非常好 还开拍 学佛人要懂得 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 只要时间长了 一定会被别人知道的 因为 第八意识 犹如一个储存器 做什么事情都会被记录下来 一件寸衫上 沾染的灰尘 沾上了 有时候擦不掉 时刻提醒自己 不要走错路 有烦恼很正常 要战胜烦恼 你就拥有了智慧 今天你们在座的所有的人 如果笑嘻嘻嘻 想通 想明白了 就告诉你们 你们已经有了 佛陀的般若智慧 和成功的可能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